老父親拿著大聲公不斷溫情喊話 因為屋內的兒子楊也引爆瓦茲筒 消防人員不敢大意到場戒備 我先走 我先走 等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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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唱什麼啦 你幫我拿 你幫我拿出來 小小的公寓樓梯間遠景團團包圍 大力把男子壓制在地 等他情緒穩定後立刻上號帶走 空氣中瀰漫濃濃的瓦斯味 附近住戶全都疏散 男子深夜咆哮 類似驚悚行徑 已經不是第一次 我們每天都提心吊膽的 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他做狀況三五天就一次 他就在那邊僵持一兩個小時 世話在新北新莊泰順街 28號深夜11點多 男子跟家人爆發口角 竟然情緒失控 走到廚房拖出兩桶瓦斯 放在客廳開始洩氣 性戰喊話的方式 站在他的立場 要求他開門 當時他是說之前有案件 遭受到非常大的委屈 男子態度軟化開門時 沒想到他又持辣椒槍 朝圓景射擊 說性無人受傷 希望有野異公共危險罪嫌送辦 雖然這回虛禁一場 但左右鄰居 人心惶惶 半夜都睡不著覺 這位黃亮澄閨關於新北報導 為止 於是 Straßen 死 好 有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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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